PASSIONTIMES.HK 2017年6月19日的每日集新聞 今天要講的是關於CAPCOM的另一款大作 Biohasa的新聞 最近上映了一部CG電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問一些藝製作人的關於Biohasa的新作的消息 在2015年的時候 有公佈過重製Biohasa II 即是PASS時代的大作 那一集是賣得非常好的一集 Leo和Claire當主角的一集 可以幫助這部影片說 這個 沒有第一集的時候那麼驚嚇 轉是比較多動作 以及表裏表裏的玩法很好玩 你可以先飛前面這部影片 你就要拉到右畫面的部分 對 即是在Rekon City的警局那一集 其實 15年的時候就宣佈會重製 不是Rekon City的那一集 不是Rekon City的那一集 是真的會重製 我相信到時候會像第一集的Rekon City 會大撿過一些畫面 會加一些新情節 這集我相信很多人有玩過Biohasa系列 這集一定會有玩過 最喜歡的那集 因為這集很好玩 表裏表裏的系統可以玩很多 有第四生還者 有豆腐生還者 是超豐富的一集 他就說 這個重製版 現在還在製作 差不多就可以公佈 其實是在快速公佈 Biohasa系列 剛剛推出了7 正常來說 沒有那麼快 可以推出到新一集 所以應該就是 會先是Rekon City 或者是外傳那類的作品 如果這樣數下去 也大機會 可能會先出一部Rekon City 這集的Rekon City 我相信是大家最想玩到的那一集 因為內容很充實 故事那部份很好玩 因為整個城市 然後是警察 然後是地下研究室 有第四生還者那邊的劇情 會是很吸引 是 然後 因為那時候畫面是比較頑皮的 始終都是PS 那時候內容做得多 場景又豐富 其實那時候畫面 起格都起得很厲害 所以如果他可以Rekon City 又可以Rekon City 加多內容的話 應該會比第一集的Rekon City更加吸引 希望可以快一點 又有新一集的Bot 在我玩上 還有看看他遊戲系統 會不會好像 4,5,6那種 轉回TPS 而不是最初那種 的玩法 希望 對 這樣就 很期待 我自己很喜歡第二集 如果他可以Rekon City更好 現在這個層面的畫面 可能直接加上一些Bio7的 融化引擎 或是Bio7系統 其實會很令人期待 對 始終他現在暫時 暫時 暫時 我都覺得他未有 一些想法可以出到 一隻 包白 對 一定沒那麼快 對 所以他用回Rekon City 以前好玩的作品 包二 其實也是一個很喜歡 對 其實也是頂峰來的 這集是賣得最好的一集 前期來計 只是日本也超過200萬 然後第三集 第三集是Jill 那集 其實風格也變得很厲害 然後Covernica 很好玩 但在DC上 並不太好 而這集之後 Covernica 也很想去Rekon City 但這集 看了Ada 其實最受歡迎的角色 全部都是這集出來的 然後 其實 關於Monster Hunter Rail 其實日本的反應就很好 或是歐美以外的地方反應也好 但其實在歐美的地方反應很冷淡 有很多E3那邊出來的報告 其實外國人不是那麼有興趣 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特別喜歡Mon Hunt 而是 而是 現在的World也不是很令到 那些貴佬吸引不了 所以其實很需要 是Bio這種 是貴佬喜歡的系列 才會令到 賣氣會保持著 因為 其實 股票分析那些 其實都說 World應該不會太好賣 所以其實公佈了World之後 Capcom的股價 其實都 升了一點 然後馬上又回落了 其實市場反應就 如果投資者角度的話 其實出World也不太好賣 但如果你購買好再補充的話 如果這一集再補充的話 應該會賣得相當不錯 看看Capcom會不會在這個年度 或者可能明年的時候出得到 看看他的Coming soon到底是有多快 OK OK 那就到這裡了 本日再次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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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